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四更新金米咖啡的器材 以及抽法的一些相關知識 如果你喜歡金米咖啡的話 歡迎按一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每個禮拜的推播囉 那我們今天來開箱的就是這一支 最近的當空炸子機 而且是久違的泰魔終於又出了第二支 CP值之王的手揚磨豆機 就是泰魔粒子的S3 那為什麼說它是CP值之王呢? 因為其實以前泰魔的東西就是 真的是物美價廉 那這一次S3實話跟大家講 是中階磨豆機裡面 一個非常值得投資的品項 因為它現在賣3000多塊錢 但是事實上來說 以學長的角度來觀察它的話 它其實是有5000塊、6000塊以上的等級的價值感 所以真的是為什麼說它是CP值之王 真的是非常的值得你們入手 尤其是你想要換第二支手磨的人 真的非常的棒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為什麼這麼值這個錢呢 首先可以看到機身 這一次例子的S3它改了全金屬機身 那以前的中軸部分 它還有塑鋼或是塑膠件 這一次連機身包括它的中軸全部都是金屬件 所以它的重量也大概飆到800克 所以拿起來的時候會沉墊墊的 會覺得很有重量感 所以因此呢 當然它如果一外出來的時候 會多個200克、200克、300克 但是就可以明顯感覺到它的耐用度 以及用料的扎實度 確實是有一點爽的 接下來第二部分呢 是很多人覺得 早該做的 我也覺得碳膜早該做的 但是可能也是為了 配合它的生產的排程 就是外調式的這個刻度盤 那這一次的刻度盤 不像以前 以前用碳膜的商品 都是在下面嘛 對不對 下面有一個旋鈕 就可以調刻度 但這一次這個旋鈕是鎖死的 你只要把它鎖到最緊的部分 不用再動它了 不用再打開你的粉槽 去調整你的刻度了 不用 直接從這邊 這個是一個刻度盤 這邊有寫0到9 每一格中間又有10格 所以等於說 這邊從0到90 會有90格 當然中間你可以聽 它在轉的過程中 就有一個燙煮的聲音 就是很好聽的 輕輕的輕微聲音 就是我們可能入不進去 CVA的小 但是在調整的時候 會有很舒服的這個 調整的感覺 一點點阻力 非常棒 然後呢 當然它也是號稱 有點像是調鏡頭 我覺得 調鏡頭的感覺 可能再軟一點點 那這個呢 一節一節的感覺 也是非常的棒 所以可以看到 這一次的這個手感 就真的為這個手磨 加分不少 那學長使用的研磨度 大概是在8 手寸我是用8左右 那有時候我會用到7.5或是7 像我點Define比較細 可能用到7.5 那有些比較需要粗研磨的 我可以用到8.5 那等於說 它往細研磨的方向 還有非常多格 那我自己用它的濃縮 大概在1左右 1到2之間 其實就可以做濃縮了 所以它的刻度的涵蓋範圍 是完全是可以做濃縮到手寸 但是呢 它第9格就是最初了嘛 如果你要超級超級粗的話 是不行的 但是其實這種超級粗的狀況 是非常少見啦 所以這次的感受度非常好 然後呢 也有人在詢問說 那它需不需要 校正的問題 是完全不需要的 你就要把下面這個 這個旋鈕部分把它選緊以後呢 它就是 校正完畢 所以你完全是沒有校正的問題 然後每一次呢 裝上去以後呢 它就是恢復到 正常的值 所以這個 這一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這個設計我也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下一個我覺得很棒的地方呢 是它的 把手的部分 把手部分呢 就是搭載這個 一個可以伸縮的把手 我們把它裝上去 可以裝上去 這邊 這個 把手的上面的上蓋呢 放上去的時候呢 是服貼的 所以是蠻緊的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 這個 一往外面拉 然後就可以往下折 當然可以往上折啦 這沒有什麼意義嘛 就是可以往下折 就可以收納的時候呢 空間就會小一點點 而且這個機關呢 其實有點爽度啦 就是你會覺得 用起來的時候覺得很人性化 手感非常的好 那這手感好 我覺得它是一種無形的價值啦 但是你用起來就會很舒服 然後我可以看到很多細節 除了這個 一個 彈性的這個伸縮的握把之外呢 這個握把的 這個 這個懸臂的下面還有一個小小的這個墊片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 放下去的時候呢 你可以安心的 把它放下來 你也不會撞壞你的機身 因為它上面有一個這個橡膠墊片 可以保護你的機身 所以其實各方面的設計上面的都 蠻巧妙的 那以及這次的刀盤的設計上面呢 我先講一下那個 它的研磨效率 再來講一下它的風味 那這次的研磨效率呢 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因為呢 學長大概都是 在我的手沖的情況之下 20克那邊需要多少時間 來研判它的研磨效率 那這一次呢 大概20克 然後呢 在研磨度是8的情況之下呢 我大概磨完大概是30秒左右 那只要在30秒左右呢 我都認為是非常優質的研磨效率 而且呢 這一次它的吃豆 就是 通常研磨效率呢 會跟你的刀盤的設計 以及它的 露痘的角度會有關係 那這一次的露痘的手感上面 你會覺得很剛好 因為如果你一口氣 露太多豆子到刀盤裡面 你磨起來會很吃力 但是它的效率會很好 但是如果你每次只露很少的豆進去 你會很輕鬆 但是要磨很多圈嘛 所以這是一個平衡問題 那這次的S3呢 我覺得在平衡感上面做得非常的好 你磨的時候呢 你不會覺得手感鬆鬆的 磨不到豆子 不會 很舒服的吃進去 但是呢 在研磨過程之中呢 它的露痘的數量又剛好到 讓你會覺得有一點點手感 有一點點需要用力 但是呢 因此你的效率就變得很高 所以大概是30秒左右呢 就可以把20顆豆子摸 那如果你是濃縮 就用到2左右的話呢 大概是在不到1分鐘 可能50秒左右 所以呢 整個研磨的效率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優質 那相對來說 我們可以看另外一支對比 這是X-Lite 那X-Lite的價錢 它比S3再貴一點 但是呢 X-Lite它的露痘設計 就是露痘很少 OK 所以我每轉一下呢 我吃到的豆子就很少 所以很輕鬆 但是呢 它的效率就會比較差 它可能就要50秒才能磨完 這30秒的功 所以相對來說 這兩支在效率上面呢 S3的效率是遠大於X-Lite 所以在這個部分 它的研磨效率跟手感啊 或是神力的程度的話 我都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可以看喔 到目前為止 這麼多特質疊加在一起 它才賣3000多塊 所以真的是 中階手揚磨豆機的CP值王 那接下來 最後呢 我們來聊一下 它的風味 也是大家最關心的 那這一次呢 S3呢 它使用的刀盤呢 也是 是泰磨自己實驗室裡面 生產出來的刀盤 那這已經從那個 粒子C3 C3之後呢 它們就是用自己研發的刀盤 所以是這一個 這一顆 這個是 S2C的890刀盤 那X-Lite呢 是用880 是型號差一個型號 所以呢 整個的 設計上面 其實感覺起來 你目測的話 會覺得這兩個刀盤 好像只差一個10 差880跟890好像差不多 但是實際上這兩個 刀盤喝起來的風味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刀盤的特色 一方面呢 就是它有一個橫的嘛 橫刀紋一個是直刀紋 那橫刀紋呢 就可以先讓 豆子呢 從豆子變成 小一點的顆粒 先把它刺破 然後再把它研磨 就分兩段 所以你這樣的研磨效率會比較高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S3的效率這麼高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這個刀盤的喝起來的最主要特色 像是可以很明確跟你講 就是你的香味跟酸質 是非常的清晰的 而且有放大的效果 所以呢 你的層次感也會很顯著 那這也是我比較喜歡的風味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希望香氣強嘛 酸質清楚的話 你的果酸 比如說是 莓果釣、橘子釣、檸檬釣 這些東西就喝起來 就會比較清楚立體 那這也是 這次手磨很討喜這個原因 它的甜跟八點就是普通 不是它的主要強項 其實也不錯喝 就是強項是在香酸上面 所以這個刀是學長我覺得非常非常好 而且它萃取率是很好 所以你喝起來的時候會覺得 印象感蠻深的 那相對於這個XLight 其實XLight刀盤長得很像 我也不猜了 但是很多人問說 跟XLight風味比較強 學長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XLight 它的最核心的能量就是在它的乾淨度 就是如果你喜歡很乾淨的東西 我寧願不要喝那麼多東西 但是我一定要很乾淨 你討厭苦雜味的話 XLight的乾淨能力是比S3好 所以它很適合用在偏細的研磨 因為它就是很乾淨 就算你用細研磨的情況之下 你也不會出苦雜味 所以XLight特別適合細研磨以及乾淨度 那S3呢 它在中研磨跟粗研磨的情況之下 的表現能力是 那個風味的張力啊 滿那個豐富性啊 香酸的強度啊 會比XLight來得好 所以這個有時候就是 你取決於你自己喜歡的風味調性 就算你覺得說 欸 那我 兩支都想買可不可以 事實上我需要可以跟你們講 你們兩支都買你也不會後悔 因為這兩支的風味就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不需要去取決 去對抗 去取捨啦 好 就是不一樣就不一樣嘛 OK好 所以呢 這個刀本身呢 我覺得以3000多塊錢的表現來說呢 是已經非常的亮眼了 其實已經不輸有一些 七八千塊的品牌 那加上它的這個規格上面呢 真的這次有下放到很好的規格 好 你可以看喔 我剛剛把那個 刀板拆下來嘛 我完全是不用校正的 也不用對什麼 就是直接把它鎖上去 你腳鎖上去它就是完全是OK的 正常的把它鎖這個旋鈕的部分 好 這個旋鈕後就把它轉緊 OK 轉到覺得已經很緊了 不用硬烤了轉得緊了以後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調你的刻度盤 可以調你的刻度盤 你就是已經校正完畢了 真的非常非常方便 OK 所以呢 如果各位最近有想要升級你的手模的話 是S3 實話說啦 是應該是最近 Time 應該暫時不會有比它更強 GPS更高的手模了 所以也不太需要考慮 可以直接來考慮升S3了 OK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希望大家回答你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